我是楊元凌 黑澤民是將日本東方精神 與西方電影美學 結合得最完美的電影《天皇》 被時代雜誌評選為 20世紀亞洲最有影像力的人物 黑澤民導演讓好萊塢民導 史蒂芬·史匹博 喬治·盧卡斯 科波拉全程小粉絲 不只是在日本當地獲得了 這麼崇高的地位 而且是獲得全世界的 影評各界的一致的推崇 被譽為電影界的莎士比亞 一如作品所呈現的武士道精神 黑澤民更是亂世中人道英雄 等雲道或者等天晴 他可以等一個月 所謂的黑白電影 竟然可以有這麼複雜的 光影的細膩的表現 呼應到人性或人的性格本身 逸祥世界本週為您一網打盡 十部黑澤民的經典修復作品 每週一至五鎖定UDN TV 逸祥世界 第十部黑澤民的經典修復作品 第十部黑澤民的經典修復作品 感谢观看